宗蔡英文出訪 過境紐約 臺灣時間今天上午 領取哈德遜研究所頒發的全球 領導力獎 並在現場演說 強調中國刻意身高緊張情勢 但是臺灣謹慎冷靜回應 最佳避站的方法 就是讓自己更有實力 也呼籲民主國家 支持協助臺灣參與國際組織 而之前傳出將要出席的 前美國國務卿龐貝奧 並沒有到場 但是在會場外 有中國民眾抗議 總總今天會跟龐貝奧見到面嗎 總總今天大家會談哪些議題 面對記者詢問沒有回應 總總參與美東時間30號晚間7點 抵達紐約的洲際酒店 為了領取哈德遜研究所 頒發的全球領導力獎 不過這項行程低調謹慎 總府沒有說明出席人士 也沒有外界猜測的前美國國務卿 現任哈德遜研究所 中國中心的主席龐貝奧 好好的訓研究所 是美國五大保守派智庫之一 并且有多位共和党籍的前官员 担任学者向来反共 因此这一次颁奖给蔡总统 也引来中国抗议 中国抗议民众紧跟总统行程 因为警方出动大批人马 时刻警惕就怕发生冲突 来参加颁奖活动的美国 传统基金会创办人佛纳 也谴责中国的抗议行径 并且表示希望蔡总统 也能够访问华府 先前国安局长蔡明燕表示 中国动员团体来抗议 是给一天200块美金的费用 中国侨民是急着撇清 一度跟台湾媒体有言语冲突 蔡总统将在台湾时间 31号晚间结束纽约行程 转往瓜地马拉访问 4月5号则会过境美国洛杉矶 将跟众议院议长迈卡锡见面 路透社指出已经有20多位议员 报名参与相当踊跃 记者韩英朋友总统纽约采访报道 接着 1号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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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